登 登 登語 reads,得 ? 登 登? 三個時間 禮拜三,來啰 呵呵呵 欸咻 那就來準備囉 我們的片頭曲 不過現在感覺好像還有一點 波激波激的 的小雜音 希望等一下 他恢復到我們的 我們的 片頭曲的時候會好一點 你看到那個 噔噔的聲音都有點小小雜雜的 唉 每次都要預熱一下 來 我們來回到標題 安安喔 安安 Go 胖子裡 明天還在吃晚餐喔 他稍後會忽然間的跑進來 哈哈 說起來安安 欸對啊 放指令的 到齊了 第一次看直播的 安安喔 噔噔噔噔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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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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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要回家? 怎麼了? 要回家? 怎麼了? 你回不了家嗎? 好 馬上給DR回家 好像有這麼一說 第一次來的安安喔 這是一款RPG遊戲 我到現在看到這個片頭又覺得不大一樣的那種感覺 不知道你們都會理解那個心情 然後還是很期待 最近我在忙碌的時候都會聽那個 鬼機系列的作業用BGM 然後都會覺得好懷念好懷念好懷念 噔噔噔 聽說明天要月考了 那你就邊讀書 邊用聽的就好啦 呵呵 不能偷看 噔噔 孩子還在吃飯嗎? 還晚一點回來 對 今天比較早完 原因是因為晚一點 可能10點就要收塔了 因為我們10點之後有事情 所以那就提早完 噔噔噔噔噔噔 吃晚餐 那不是更好嗎? 吃晚餐配 配閃鬼 可以 找夥伴一起進去 噢噔噔噔! 欸!只有我一個 代表五個妹子 欸 好難得喔 很少只有黎恩一個人 我們來看看 哇! 還有班長 果然 一次就出現 上次一直不出來 她就是... 希望在這裡 一口氣直接出來 嘖嘖嘖 不得了不得了 班長 看著就覺得溫暖 再泡一次 嗯 這隻酒三個輪 嗯 噔噔噔 可惡沒有亞麗莎 不是一開場就洗澡是為了要暖身 有沒有 就像我們運動前要先暖身嗎 我們開場的時候也要先洗個澡 讓自己洗個乾乾淨淨的 對啊 呃門田你有事嗎 呵 不是不是,我不是要一直洗,你要聽我澄清 這是因為亞莉莎還沒有洗到 對,那我怕這個樣子不好 所以我希望她可以趕快出來洗個澡 樣子已乾乾淨淨的 看到亞莉莎就覺得開心 咳咳咳咳 Good job 安登登登登登 橘安安,那個是門田喔 登登登登登 然後,艾茲她再吃飯很晚一點就會出現了 喔喔,卡一下 呃,我上一次把全部的羈絆都玩完了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直接是直接出現囉 登登登 呵呵,貓兒好可愛 小飛 小飛超Cute的 我來看看 小飛 哇,欸現在人好多喔 不得了 小飛 小飛配貓兒 還有劳拉,劳拉 他們兩個真的是 欸 這次劳拉我沒有給她配貓兒 一定是因為不夠 哇,我覺得之後要買 必須要再去買那個貓兒 咦 我一直認錯呢? 喔,是湊菊 不 是湊菊 我看錯了 噁噁噁噁噁 噁噁噁噁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 他們 姐妹 姐妹濤 嗯 兩個都很much 呵呵呵 呵呵呵 你看 你的那個 英文 門 門key 有沒有 就叫做 翻譯就叫做門田 所以我不小心 誤會了 後來想說奇怪 你們怎麼都跟著誤會 不要捏我 錯局 登登 好啊 回自己的房間休息 錯局都不來玩圈圈遊戲 等你好久呢 噢噁 等一下等一下 AP41是 是良好的嗎 對 AP41 very good 勇氣之心 練氣 幫我記一下 拿到這兩個東西 好 英文很好 哇 拿到A10級喔 感覺還蠻厲害的 特優生 哎呀 嘖 太厲害了吧 所以這樣這個章節就結束了喔 喔 他們要開會討論 之後的 進程吧 90多個毒局 你的電腦 也太毒了 你好毒 跟你人一樣 我還是認為我們第七班應該追求第三條路 不偏貴族派也不偏改革派 而是我們 才能夠選擇的道路 第三條路是吧 沒錯啊 那麼呢 是哪一條路呢 即使我們沒有騎身 也要再多考慮再行動 關鍵果然還是揮之騎身啊 雖然至今已經見識過好幾次 但騎身的力量果然很厲害 善加運用的話 應該有辦法干涉內戰 因為是在各地留下各式各樣傳聞的巨大起司嗎 考量到他所擁有的影響力 必須慎重的下判斷 嗯 既然如此應該怎麼做呢 大家都過去在這場內戰中有想要做的事耶 應該說 有非要做不可的事情對吧 嗯 被貴族聯盟抓住的愛麗西蘭和艾爾芬地下 至少一定要救他們出來 當然我們也打算祝你被指定 阿寶寶阿寶寶寶寶寶寶 呵呵 現在也無法和帝都的姐姐取得聯繫 已經善巴巴了但還是很擔心啊 我也是 無法放著萊恩佛特公司和盧雷的大家不管 雖然雪倫沒有事 但媽媽卻連下落都不明 她消解了 父親也在卡雷甲斯開始飛行的一個月之後失去了消息 雖然我清楚那個人失靈 但不太擔心 不過 嗯 沒錯 其實每一個人在這場混亂之中 雖然是想要走第三條路線去改變這場內戰 但同時自己家人的狀況 還是會很迫切的希望知道如何 就像地震發生了 你還是會希望第一時間可以聽到自己家人的第一首消息 我親人在這一點倒是不需要擔心 如果要干涉內戰 也無可避免要和我父親兄長對立吧 沒錯 各式各樣 可能對立 可能要去尋找 維塔 不惜打破禁忌 打算做什麼 嗯 是啊 有人問說大學買筆電還是桌上型 這完全是真的要看需求啊 因為同樣價位的話桌上型會比筆電效能還要好很多 但是便利性當然不用說了 呵呵 故鄉流傳諾德勇士 哇 當然也要幫忙 是吧 克里亞 誰各自都有自己所背負的事情 這樣子如何融合在一起 還是一點一點的急迫 對 到底應該如何行動 沒錯 是否要以優秘爾回據點呢 通過精密知道人數是有限的 現在人數在增加 如果說要繼續使用的話 不太可行 沒力也有限 沒辦法頻繁的使用 所以要分散嗎 還是統籌呢 大家也想一下你們覺得如果在這樣的狀況 每一個人都背負著每一個人 迫切希望做到的事情 一起必須要 背負的 事情 怎樣的行動才是最好的 我覺得全部聚在一起 然後 比方說 一點一點的幫忙尋找家人的動向 是一條路 可是效率有點過低 所以我覺得還是分頭行動 分成兩三個主力 然後分開行動 我覺得會比較好 彼此也能夠溝通有無的話 感覺是有效率也可以 滿足大家的需求 只有他們才做得到事情 感覺要出來 自信的多方討論 好 嘻 嘻 嘻 哪泥 是微塔嗎 這個聲音是他 姐姐真的 微塔 為什麼 哇塞 太強了吧 直接穿進來 哇 哇塞 太強了吧 直接穿進來 哇 說得到好電影 威塔 你居然敢偷看 癖好再查 也應該有個限度吧 姐姐 你在哪裡 好晃喔 他那個聲音 我說聲音 聽得到嗎 本體在分享 隱形聲音 在天上 在天上 發生什麼事了 進 進攻過來了嗎 還是 欸 飛飛去 去 走開 蛤